子宫现机症对怀孕影响有多大? 合静、产和、副主任医师 所以经常会合并有不孕 所以子宫现机症刚开始它有痛经、月经不调 甚至是不孕的一些表现 受孕了以后如果是受孕了 这一部分病人 因为子宫现机症它是子宫内膜 意味增值到了它的子宫基层里面去了 所以它的子宫基和正常的子宫基 它的营养状态是不一样的 血供血运也是不一样的 在早期怀孕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流产 感染这些特殊的情况 那么到了妊娠晚期 由于它跟孩子之间有竞争营养的这个关系 所以孩子在生长的过程中 有可能它胎儿生长受限 长得不如正常孩子的大小 容易早产 分娩的过程 因为咱们的子宫宫缩 它的传导是从宫底往宫颈 往下传导的这么一个轴线 如果它有子宫陷积症 那么这个传导的这个轴线 它就受到了影响 所以它分娩的过程 有可能就相对比正常人容易出现难产 专家提示 1.子宫陷积症 肠核病有巧克力囊肿 对怀孕影响较大 甚至导致不孕 2.子宫陷积症患者 在怀孕早期容易出现流产 感染的 在孕晚期 可引起胎儿生长受限 早产的 3.子宫陷积症患者 可能相对正常人更容易出现难产 2.子宫陷积症患者